大家好 我是鄧維然 我從2002年從加拿大來香港 設立了加拿大廟瑞寧香港人工司 致力推廣有機環保家居生活概念 我在美國引進了DASMICAS 美國無敵事環保滅蟲失劑 主要是希望大家在處理家居環境衛生 滅蟲的方面不要用那麼多化學產品 以下就是我介紹這種產品的功能和使用 DASMICAS美國無敵事 一種產品有三個包裝 這個是家庭實惠裝大包裝 這個是小包裝是大包裝的一本 這個包裝可以使用300呎的面積 這個是150呎的面積 這個簡易裝是100呎的 但是它是連隔壁壺的 這個方面捨自流用 用來噴一下自己的周邊範圍面塞 還有在汽車上或者帶去駕駛旅行 去到當地就這樣拧開它 入水就可以用得了 這個方便攜帶 現在我就示範怎樣去開水了 這一包粉 很簡單 我們包粉本身就有粒口 我們就這樣撕開它 我們不要倒包粉下去 先在這裏倒水下去 這裏是剛剛兩升水我們量過的 這些水是暖熱水 所以這裏是剛剛兩升水 為什麼要先倒水呢 因為你先倒水 先倒些粉下去 這些是暖熱水來的 那變成了一些粉呢 就不會那麼容易在下面呢 營熱了一塊 那我們呢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倒了水 倒粉下去了 跟著呢 用一支棍子 攪溶完它 然後再倒入虎裡用 這個好處呢 就可以呢 讓它全部融解了 不用說有些沉澱 那用一支棍子就可以了 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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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拌它 那它現在呢 好像奶白色那樣 那樣的喔 但其實呢 它一陣間呢 就變成清水那樣的了 因為 美國無敵視這個 生態環保滅長漆劑呢 是無色無味無臭的 還有它又不會影響 人中的健康啊 還有影響地球的生態 當倒入虎裡的時候呢 都不要倒到呢 這個底子 剩下了這麼多的東西 因為本身這些呢 是有礦物質來 不是那些化學物品 它又是會有少少沉澱 所以它噴完之後呢 是有少少激晶體 那樣的激晶體 是鎖的 家裡的容器 你隨便找一個 漏袋也可以 或者用一個容器 一個拆仔 這樣就倒進去這裏了 因為它的嘴巴窄嘛 你兩個 簡單的容器倒進去 那這個壺呢 因為它從來未看過用過 我們 直接鎖了嘴巴 那當入滿了水了 我們要噴的時候呢 就要把這個嘴左右旋轉 那你就會試到 試幾下了 那你看到那些水呢 一支箭這樣射出來的 那這個呢就是噴一些窄位 那而呢我們要噴一些闊位 就是這樣 就這樣 把它扭向左邊 或者右邊 那你看到它 毛狀出的了 再扭一下 現在還未夠 OK 再扭小一點 那一路扭下去 扭到它緊 還未可以呢 再扭 扭緊它 它就會出毛狀了 你看看 那毛狀這樣出了 是不是 看到嗎 那就出毛狀了 那你就可以周圍噴 毛狀呢 就噴一些闊面積的東西 就像我第一次 射出來的那些 那些呢 就噴一些那位 那些夾位 那是很適合噴 垂膀啊 造底啊 還有譬如我們 如果要噴木塞啊 噴一些木那 板那那些地方 闊的位呢 就噴床褥 床單 垂枕啊 衣服啊 那樣 那如此類推呢 你照使用就可以了 那 那這個示範呢 我開的時候呢 是開這麼多水 但是萬一 如果你說 噢我開了這麼多 怎麼搞啊 那我要倒了它 不用 這些呢 因為它本身呢 不是那些化學溶劑 所以呢 你等兩年 都沒有問題 還用得回的 所以這個是 很好的 生態環保滅重塞劑 那那我跟著示範呢 就怎樣處理 床鋪 床褥了 那我就做給大家看一下 那你可以很容易這樣呢 這樣呢 家居的 那些室患呢 是消脆的了 所以全部 自己用手做是 最安全的 自己做得了 那我現在開始呢 就做床 是最重要的了 因為現在呢 世界各地很多木塞 尤其是香港現在的木塞 環都很重要了 那 那 木塞以外呢 我們連塵滿 其他昆蟲 都會連起來的了 這一個 無敵視的環保滅重塞劑 那我做個示範呢 先噴了個睡枕先 這個睡枕呢 我們當成這樣出來 那 那你看到我呢 沒有戴口罩 其實 如果你們整間家居做呢 就最好戴口罩 但我為了告訴大家 這個是絕對環保滅重塞劑 這個是美國 所以我拿了專利 跟我們香港呢 引潤了在政府那裏 鑄室 很安全又玩 工業重塞劑 對人出無害 所以呢 我自己都不戴 我告訴別人 那我用了十八年 那這樣噴 大量噴要戴口罩的原因呢 就是 不要塑太多 令到我們口乾 其實 如果你說懶我不戴口罩 那你喝多點水都沒有所謂的 那我建議戴口罩 那你這個睡枕 我們這樣呢 就已經做完了 那就可以放在一邊 那就床肉了 這張床肉呢 不是這張床的尺寸 因為我們用來做道具而已 因為每個家庭的床肉都不同 那你呢 那你呢 先噴到一個床面 四邊 噴均勻它 周圍 噴均勻均勻 噴均勻均勻 好像放衣服一樣 噴均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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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可以扶著 那那些床是怎樣呢 放下它 例如在六尺床肉也好 因為多數人用呢 都是用一些蛋糕尾龍床 你看乳膠床 那就是一樣的床 這樣噴均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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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 我噴了 其實下午已經差不多乾了 所以可以省很多能源和減淡 你想它乾 我噴完面 底部又濕 底部不會乾 我如果不找東西就浪起它 找一張椅子墊起它 現在我就拿一張椅子來做給大家看的示範 怎樣讓床褥快乾一點 所以最簡單 床褥最好的方法處理它乾 就是除了潮濕天氣之下要開收拾機 其實是不用開的 開一把風扇就可以了 那用椅子放在床褥 用風扇在後面吹著它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我做另一個示範給大家看 床褥是比較要注意的 最重要是床底乾 如果不然呢 雖然我們這個美國無敵士的環保滅蟲室劑 是可以消滅了毛菌 但是我們防範性胰移 盡量不要讓它有細菌 我們才去處理它 那床褥是怎樣呢 噴完了 濕的 你看到 我們找一張椅子 椅子又可以 什麼椅子都可以 總之你是這樣浪起它 當然床褥是盡量浪泡一點 浪到那個位置 讓它有機會入不風 這裏就開了一把風扇 吹著它 你可以看到 這裏是空曬的 它一路吹著 你吹著它四五個小時 什麼都乾了 那時候你就拿開一張椅子 是不是 或者如果床褥 你們有條件的 找兩個人夠大力的 動起它就可以 動起它就等它乾了 那就更好 動起它就放在一邊 這樣吹 但是看有沒有條件動 那本身床褥我已經說了 接著呢 我又會介紹 木室 它在床褥裡 還有 會在床框的四邊的木屁位 那我就揀這塊床布做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開始講整張床的處理 因為我們廟瑞寧本身第二個產品 就是有機碎床 這個有機碎床那個床褥是見不起的 因為是很軟性 那床褹 先講 這個床褹 我們是假設洗乾淨了 洗乾淨了才噴 洗乾淨了 怎樣呢 床褹 你一樣是會有木塞 有塵滿 有其他小動物的 那裏面就整張噴勻它 噴了一張床褥先 床褲面呢 床褹來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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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淨它 噴到底了 噴在底 底面也噴 如此類推 噴到之後呢 你便浪乾 浪乾 它就好 底面噴乾淨了 洗乾淨它才噴 記住 洗乾淨它 拿去 然後浪乾乾淨去 這張床褥是拿不起的 這張床褹是有機床褥 有機床褹 到底是怎樣呢 我們就先當它是床底 這個你不要當它是床褥 我們拿起床褥剛才噴了 這個是床底的底板 當它 你就噴均勻這個底板 噴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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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均勻之後 那就好了 四件瓣 因為我這個木床最好 大家都是被木室噴得很重要 木床是怎樣 在床褥這裏 這些褥位 周圍噴均勻 噴均勻 這些也是 這些褥位的地方噴 噴均勻 總之你能夠掀起褥位 你就噴 這些褥位掀起的你就噴 這裡也是 噴均勻了褥位 然後這裡是木位 木位的角位 任何木床都一樣 噴角位 畫面位不用噴的 噴了木的四邊角位 這些 有角位的地方 因為木床一定在角位 噴均勻了角位 噴均勻了 噴均勻了 這樣可以說 萬無一失 我現在 教做雜物了 你家裏 各個都有衣櫃 有雜物櫃 這個 當它衣櫃好 衣櫃好 總之 拿開它 拿了一些雜物出來 拿出來 不理你什麼雜物 拿出來 讓它封閉之後 怎樣呢 噴這些門那 這些那位 所有噴光 噴光 裡面的那位 到處噴 噴噴噴噴噴 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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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雜物都是這樣 如此類推 衣櫃也是這樣 雜物櫃也是這樣 好了 然後呢 我們講 多一個 當你 這個都是雜物櫃 或者五桶櫃 你拿出雜物出來 放在它 一邊 這個櫃桶要怎樣呢 噴了 噴四邊 拿出櫃桶 最好噴雲四邊 這些其實以前 你看到白色 就是因為這個櫃本身 黑色 我們這些噴了下去 就會有些白色的結晶體 為什麼會拿開它 做示範給大家看呢 因為我們要噴裡面的那些 因為那些木塞 那些蟑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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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躲在這些那些位 噴完這些位 噴完這些位 那你才放回這個櫃桶進去 或者這個是五桶櫃好 雜物櫃好 不要緊 那你就不要燙那麼盡 離開一點點 等它幾個小時之後 又乾了 又用風扇吹著 等它乾了之後 你才乾透 再放回一些雜物進去 那跟著呢 我們就比喻 屋裡面 我們屋裡面的牆 什麼地方呢 當然有些 有些蟑螂類 那些瀑螂類 還有些什麼地方是 那些蟑螂類 那些蟑螂類 最喜歡躲在裡面 或者蟑螂類 那些 那些 那你這樣噴一下它 來 噴一下它 所以這些孔的位 也噴一下它 還有我們噴在屋裏面所有的牆角 一些昆蟲類都在牆角的 還有蟑螂那些都在牆角 比如那些sulfa fish 那些牆尾的雲蟲 那你全部都在噴牆角 這樣噴牆角就可以了 那如果家裡的地磚 或者地板是有坑的 那你說我想安全一點 你噴就行 不噴就行 但是如果木地板有縫有坑一定要噴 但是如果磚的 好像這些磚的 不用噴 畫面的地方可以不用噴 因為昆蟲很難在那邊拿床寄生的 我們就說現在這些畫地板 所謂無縫地板這些 那這些畫面的地板全部不用噴的 但是它會爛的 譬如好像這個爛了的地板 那你就要噴一下 因為這些是有機會給那些小昆蟲動物 木室最喜歡躲在那裡 那這些有爛的地方就噴了它 這樣噴了它 這樣就可以了 那現在就繼續講地毯了 譬如全家都覆地毯的 那我們就用這個地毯做示範 這個墊腳地毯 那你將整間屋或者汽車做一個比例 就是這樣給魚來噴一下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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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它 周圍整張地毯噴噴噴噴 或者你全屋地毯的 那更加要噴噴噴 那地毯是耕乾一點的 那你真的要可以抽濕一點 那這個呢 普通的家居示範呢 就是我想我們都七七八八 大家應該明白了 那如此類推的 那我等一下呢 就再當一個假設的書櫃呢 我做一個書櫃 但是現在我先做了衣服先 因為我們家裡呢 我們無敵是這個環保密室劑 大包裝呢 一包呢 225克的呢 是可以夠一間300呎平方的屋來用的而已 但是呢 就不包雜物的 那所以我們用的份量呢 是要如處雷推 去按個份量做足它 那它那個消滅從來的效果 才是最好的 我現在介紹一下 怎樣噴衣服 譬如 我正想找一件深色的衣服 為什麼呢 因為它乾了之後呢 它這個深色噴了呢 就會有這些這樣的小白點的 那是正常的 所以深色的衣服 最好呢 就噴在裏邊 淺色的呢 就噴裏外都無所謂 那這個呢 那我當這個裏邊呢 我們這樣周圍噴均勻它 分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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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面 分成它 分成它 那這個裏面來的話 記住 這個是裏面來的 你噴外面不要緊 你不要 你不介意它乾了 有小白點 因為這些乾了 有少許結晶體的 因為它本身就是礦物質這樣 那跟著呢 我做了一張呢 是淺色的衣服給大家看的 因為它這個深色呢 所以為什麼要盡量噴裏面就是這樣 淺色的你就不重要了 淺色的呢 你噴哪裏都可以 因為這些呢 就不會有什麼顏色 那你可以呢 撿著它噴也行 在衣架上浪著噴也行 簡單一點 那就快脆一點 因為這麼多衣服 那還有呢 如果你家裏的衣服多呢 你就不像我這樣 一件一件 我現在做示範而已 你最好呢 找一條竹 全部浪浪浪上去 在乾之前噴了它 最好 或者你說我曬乾之後噴也行 但未曬乾之前噴更好 因為它比較濃縮又變更快 它譬如這些藍色的呢 中性色呢 尤其它黑色都不怕 看不到的 那你可以呢 裏外噴 因為如果家裏有木塞呢 你一定要全部衣服 噴過散 那就 尤其你拿去焗乾什麼呢 是你焗死它 但是倒住不了 因為那些卵呢 在家裏又會黏又會生 最切底的呢 你都會有些衣服 噴淋碎掉 即就逐渣淋去 那些樓梯 當這是書櫃吧 我便用公司的文件櫃 那這個書櫃 那這些書呢 通常呢 一到日視迴南天 潮漆天 就每個 那些用戶都要打電話來問我 喂 鄧先生 我有很多 有發現一些蟲 尤其是長尾蟲 那其實呢 他除了長尾蟲的Silverfish 他還會有一些小肢 那這一種 美國無敵線的環保滅蟲漆劑 其實它連這些小枝這種昆蟲具都消滅到了 包括霧品 未噴這個書櫃之前 最好就拿了它出來 抹了那個櫃絲 那我做一點示範 你拿了出來 那你就抹了四面角 或者用吸塵機最快去 抹了四面角 那你就噴四面角了 噴噴噴噴噴四面角 那就行了 那你噴了下去 那些書怎樣呢 放進去之前 這本書 我做個示範 這本書 那你當然要抹一下它 那通常呢 那個書這些位置 這些葉位呢 就會有一點點霧 黑黑的 其實它潮濕 就是那些指法出來 還有那些小昆蟲呢 就在這些地方很小隻的 那我們怎樣呢 抹一下它 那書就沒有可能葉葉抹的 那你抹一下它之後呢 那你就 放回去 全部放回去 那你就輕輕噴一噴它這些面 那上面噴一噴 那樣噴一噴這些面 那上面噴一噴這些面 那上面噴一噴這些面 差不多每年做處理一次已經相當好 如果對書的保養 這個就是書的保養 我現在示範了我們家裡的小朋友的玩具 或者毛毛公仔 這個當它毛毛公仔 你這樣拿著它 噴一噴 周圍底面噴勻 這樣就可以了 當然是你洗了或吸了一層清潔 這個做完呢 譬如當大個個公仔 譬如這個 好像我們公司的這麼大個的dummy 它都是無質的 我們已經噴完了 不過我再噴一次了 你可以真的由頭噴到它下去 整個噴 噴均勻了 這樣你轉到身 拿出來 轉到後邊 周圍噴 噴均勻了 總之你等得洗衣機洗也好 你吸了一層也好 我說過了 這樣照噴了它 小朋友拿它來玩 都不會那麼容易吸到那些塵滿 還有引致它咳咳 因為這個是它很好的 一種防範的那些塵滿 消滅那些 還有有塞 它瀑在那裡都生存不到的了 那椅子呢 例如家裡的家具 這張紅椅 黃飛鴻椅 那你表面不用噴的 你就把它放在它 噴在那邊 噴這些瘡位 噴完這些瘡位 噴均勻它 那它裡面蟑螂 昆蟲都不會寄存在那裡 因為它會死的 它癡到這些無敵時的 就是萬古免實際 幾天之後它會死的 那接著呢 我又噴了 這個 譬如寫節流 寫很多時候都有塞的 那寫的椅子 通常這裡都是軟的 就是梨龍那些之類 蓉那樣 那你就要 膠位就不用噴的 但是膠位邊呢 很多時候的塞會在膠位邊的 那你看呢 膠位邊噴 噴膠位邊全部 這邊呢 噴完這邊 這樣 噴完這邊了 噴完這邊了 那接著呢 就噴平面了 那這樣 這樣呢 位置已經夠了 那你差不多這些呢 一個月噴一次 如果你說 發現有失患 那你就噴兩次 如果不是一般呢 一個月一次就夠了 但是我重提一次 如果不幸運 家裡有木失 你一定要全屋徹底噴均勻 還有呢 如果家裡被它咬了 見到木失呢 其實都已經幾多了 那你呢 一個禮拜之內最好做兩次 大概三至四天 做了一個禮拜兩次了 跟著你第二個禮拜呢 每個禮拜做一次 連續做多三個禮拜 即一個月呢 做四次 但是呢 頭一次是做兩次的 即加起來是五次 這樣呢 你就比較 穩陣性呢 就大概有九成以上 因為木失是幾難搞的 要求發覺可以沒有了 那呢 或者少咬了 那你每個月做一次 你都 即保持住它 這樣呢 就可以講萬物一室 如果不是呢 家裡有個木失的呢 其實它翌年天熱呢 它不徹底去做這個防禦措施呢 它天熱呢 它又會咬又會再咬了 因為木失是很煩 希望大家處理得好些 解決家裡的失患 那現在呢 我在結尾之前 跟大家有一個呼籲 就是 你認住 我們Dusmitex 為什麼有一個X呢 因為這個是美國廠方 委託我特約來香港去推行 這一種生態環保滅蟲失劑的註冊商標 所以呢 我們的註冊商標 英文是Dusmitex 有一個X的 是Extra 是給香港潮濕天氣 比較適合一點的 那因為呢 現在呢 我們發現在網上 或者Facebook 市面上 有些比我們便宜 三幾十元一包 但是呢 是類似這個產品 那我希望大家精明的用戶去 自己去分析 用你的自己的智慧去分析 那呢 龍友 我這個產品呢 是我第一個在香港 在十幾年前 向香港政府疑護處申請入口 還有註冊登記的產品來 所以我們有香港特區政府疑護處 註冊商號 也都是我 廖瑞寧公司總代理 我鄧惠元的名字 申請入口來 所以大家可以去遺容署上網查到的 另外呢 我們這個產品是有美國的生態環保 沒有EPA的認證的 還有有專利註冊 所以呢 這種是原裝 原裝 美國為香港給我做代理的產品來的 請大家認識一下 認清楚這個標誌 那你的貨呢 就為你更加有 用得保證 用得有信心 祝大家家居安安 身體健康 不錯 是的 我們可以見到 城市 然後 謝謝 boys 我們可以見到 城市 我們可以見到 城市